來 我們教練把它打開一下 這個是走私的 水上自行車業者 直播小琉球祕境之旅 但這一箱黑色塑膠袋包著的 居然是走私煙 我們已經撿了好幾包了啦 這一箱比較大箱 紅色的包裝一看就是大陸煙品 數量多到還能疊疊了 大陸的煙卻在小琉球海灘上 被發現真的很詭異 海巡接貨通報前來稽查 幾包 50包嘛 對啊 50包 開箱50包 直擊巡貨走私煙 業者點閱率已經破40萬 懷疑可能有人走私香煙 把貨藏在海邊 沒想到意外被發現 業者一度擔心 怕黨人裁入被報復 如果是人家刻意留下來的話 那我們可能會被報復 陸續有發現大概有169條的一個數量 初步研發是由這個 經海流帶往安寄的 海巡證實這些煙是從大陸來的 是民眾涉嫌走私 或是因為海巷亂 走私煙被海流帶到小琉球 相關線索還要釐清 小琉球是國旅熱點 大量走私煙被發現 真的讓人傻眼 九條章春華評論報導